今天上午10点半我国首架波音787梦想客机准时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烹会着梦想彩翼的787飞机正式加入了南航机队 好的我们在现场现在看到的就是最壮观的一幕 就是波音787飞机过水门的一幕 这也是按照国际民航界的惯例啊 新飞机进入机场以后都要过水门寓意接风洗尘的意思 波音787梦想飞机是波音公司2004年推出的超高效率的飞机 目前已经推出的型号有7878和7879两种 这次交付南航的是7878 设有4个头等舱24个公务舱以及200个经济舱 航程可达到15200公里 而耗油量是同级别飞机的80% 它的飞行速度可以同当今最快的宽体飞机相媲美 波音787飞机之所以被称为梦想客机 主要源于它首创性的大量使用了复合材料 这个飞机它的复合材料占到了50%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飞机的噪音 平时的这个飞机它的飞行高度呢 旅客要承受8000英尺的这种状态下的压力 而按照这种材料生产的飞机呢 它就自动的把这个承压的高度呢 降到了6000英尺 这样意味着旅客可以增加8%的吸氧量 今天抵达广州的首架波音787梦想飞机 将于6月6号直飞广州至北京航线 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投入国际航线 目前我国的国航 南航 海航和厦门航空 共享波音公司订购了41架787飞机 今年1月波音787曾因电池故障问题遭遇全球停飞 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及技术改良 一个月前美国日本等国的监管机构相继解除禁飞令 5月23号中国民航局正式为波音787颁发了型号认可证 标志着该飞机获得进入中国民用航空市场的准入证 5月3号设计